经过大半年酝酿 基辅当局终于承认乌军已正式发起反攻 而俄乌在多条战线上的激烈攻势也引起外界关注 与此同时 为了帮助乌克兰夺回战场主动权 美西方国家也开始了新一轮军援 使这场反攻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据环球网报道 日前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军黑海舰队再次遭到乌军突袭 当天 乌克兰出动6艘无人机快艇 向俄亚素海沿岸号侦察舰发动袭击 最终 这些无人艇被一一击沉 俄罗军舰则毫发无伤 仍在正常执行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与此前几次行动类似 在乌军发动袭击的同时 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无人机2Q4被全球营 也现身战场 并在黑海中部空域进行了侦察 显然 这是美国亲自下场参与俄乌危机的又一个重要证据 此次攻击 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关注 德方认为 这是乌军对俄发起的又一次挑衅行动 之所以袭击俄军舰 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 包括夺回克里米亚半岛 为乌军反攻造势等等 不过 无论乌方的动机是什么 此举都会让俄乌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乌军反攻的声音持续大半年后 日前 乌总统则连斯基终于公开承认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已经开始 这意味着 经过一年多的拉锯战后 俄乌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此前在战场上落入下风的乌克兰 也正式开启了反击战 在与到访基辅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举行联合记者会时 泽连斯基透露称 反攻行动已经开始 但具体的细节并未详细说明 就在泽连斯基发生的第二天 乌克兰军方宣布 顿涅茨克地区的三个村庄被乌军收复 如果属世 这将是乌军发起反攻后取得的第一批重要战国 乌方称 目前俄军正向扎波罗热方向集结大量的人力和武器装备 该地区已经成为双方交战的热点地区 与此同时 俄方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称乌军炮兵正在试图打击俄军的补给线 此前 泽连斯基承诺要在北约峰会召开前 拿下梅利托波尔 值得一提的是 在俄乌激烈对攻的同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日前图访乌克兰 并宣布将向乌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288枚防空导弹 1万发炮弹 此外 他还承诺将在未来几周内向乌交付122辆装甲车 作为援乌战线的主要盟友 美国为了帮助乌克兰更是不遗余力 报道称 美国再次向乌提供20多亿美元的新一揽子军援计划 此外 据俄媒透露称 在英国首相苏纳克访美期间 美总统拜登还与其讨论了向乌提供战机的可能性 对此 俄军事专家认为 如果英美等西方国家最终决定提供战机 那将导致俄乌危机进一步升级 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乌军反攻开始 乌克兰前线战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至于后续如何发展 现在还无法得出定论 乌克兰的大反攻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战争走向 如果是乌克兰输了 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如果俄罗斯失败 会不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一 乌克兰大反攻缓慢进行 战场瞬息万变 乌克兰的反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1300公里的战线上 乌克兰选择在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 俄罗斯境内的比尔格罗德州三个主要方向 向俄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昨天 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大反攻中 夺取了三个村镇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典的村子 但即便这样 能够夺回这样的地方 对乌克兰来说 也是小有斩获 在巴赫木特方向 乌克兰持续往前推进 瓦格纳普里戈金说 俄军正规军不战而退 第三个方向是俄罗斯的反对派武装 包括波兰在内的几个志愿军团 持续在比尔格罗德州发动的进攻 据称已经突进了二三十公里 并建立了根据地 乌克兰的反攻 因为还没有F16的支持 在天空中没有任何优势 单纯靠地面的部队去推进 而俄罗斯的防守是立体式的 地垒 空军 正规军 对乌克兰的重型装备 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和伤害 二 俄罗斯的终极目标 俄罗斯国会是一只双头鹰 一直鹰向着西方看 一直鹰向着东方看 但在历史上 俄罗斯一直想扮演欧洲大国的角色 即使自1991年以来 俄罗斯战略选择 依然不是亲近东方大国 而是重新融入西方 普京执政前期 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融入西方 他至少向西方国家提出了三次请求 要求加入北韵 2007年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折点 在这一年 俄罗斯首次出现了要与西方进行斗争的趋势 普京表示 尽管俄罗斯选择出让了一部分国家利益 但是并没有换回美国对俄罗斯的宽容 无法忍受的是 这些被俄罗斯视为兄弟和纽带的国家 几乎全部被西方国家所拉拢和左右 甚至出现了反了的趋势 所以 俄罗斯想靠自己 取得一块势力范围 包括中亚地区和乌克兰 普京的这一外交策略 被西方国家称之为新帝国主义 俄罗斯可能并不想打造一个新的帝国 也没那个实力 而是希望团结后苏联国家 组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联盟 弥补海上军工业的漏洞 打通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 在目标受挫的情况下 普京被动地选择了向东看 不过 2022年 普京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年内卸任 几年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打败乌克兰之日 功成身退 三 俄罗斯不能失败 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换个角度来谈 万一俄罗斯失败 会面临什么后果 首先 俄罗斯本身民族复杂 宗教多 面积庞大 一旦失败 西方势力就会插入 俄罗斯的内部分裂力量不断搞独立 让俄罗斯自己内部瓦解 借机实施对俄罗斯的肢解行动 其次 俄罗斯人民的生活 要过得更苦一点 因为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偿款 而这些钱实际上都是老百姓出的 第三 对于俄罗斯总统 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这些领导层 后果就不太好了 有可能会像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一样 被海牙国际法庭起诉 最后死在居压中心 还有波黑赛族的总统兼总司令卡拉基奇 被判处无期徒刑 现在还在海牙坐牢 还有南联盟的副总理尼古拉 被判处有期徒刑22年 这样的结局 对于那些一生都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来说 是不可能接受的 最后 如果俄罗斯败了 该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多因为消耗战而无法坚持下去 俄罗斯的地缘威望将彻底崩溃 俄罗斯所剩不多的盟友 不得不被美国拉拢 俄罗斯在欧洲的处境就会更难 不但会在地缘安全上 遭受美国更加严密的围堵 在经济 能源领域 更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未来将逐步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 甚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也会不断被挑战 最终可能被剥夺 失败对俄国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俄罗斯不能失败 普京更不能 四 核战争不是必胜发薄 如果使用常规武器打不过乌克兰 俄罗斯有可能铤而走险 发动核战争 试图以劳勇意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乌克兰的核武器 在上了世纪就已经全部销毁了 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只能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亲自下场 对俄罗斯进行核报复 这会引发世界核大战 就不是死几万人几十万人的事了 而是死几百万人 上千万人 甚至地球上的人类就自消失了 那么美西方敢不敢承担这个风险呢 俗话说 光脚不怕穿鞋的 西方国家本来自己的生活挺不错 挺富裕的 会不会为了一个其他的国家 而使自己面临消亡的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核大战爆发 那么西方国家消亡了 俄罗斯也不会存在 所以俄罗斯人民会不会放任核大战爆发 这就要看俄罗斯人民 有没有阻止核大战爆发的能力 如果俄罗斯领袖凝聚力特别强 上下一心 老百姓宁愿自己不活 也不能让领袖受到侮辱 那么核大战 还是可能会发生的 第二个可能就是 美西方国家面对自身消亡的风险 不敢接招 不敢进行核反击 任由乌克兰完蛋 只能在道义上谴责对方 只老虎的本质一览无遗 那么俄罗斯将获得全国的胜利 五 乌克兰战败的后果 假设美西方这些纸老虎不敢进行核反击 或者常规战中 乌克兰战败 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 对于泽兰斯基来说呢 他的政治生涯就到头 如果他没死 或者是命好的话 会被逮捕 坐牢 第二 乌克兰这个国家还会存在 但是乌克兰东部地区 甚至更多的地区将病入到俄罗斯 会成立一个清俄的政府 完全倒向俄罗斯 第三 对于俄罗斯来说 领袖的地位极度加强 普京将成为了更加伟大的人 从此名正言顺 终其一生地为国家服务 直到死的那一天 第三 先加入俄罗斯的地区 会先起亚移民潮 像克里米亚 顿巴斯地区 或者像是海参威 库叶岛 千叶群岛 北方四岛一样 原来的居民都会被俄罗斯族所取代 第五 对于美国来说 霸主的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动摇 原来的小兄弟有些就会离开 跟着俄罗斯去混了 剩下的小弟全力发展军备 或者是偷偷研发核武器 以求自保 因为大哥都是靠不住的 第六 美国和欧盟的分歧加大 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持续下降 法国将跳出来 充当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核势劳 第七 俄罗斯的战胜 将会给一些国家以一个巨大的信心 比如伊朗和叙利亚等国 美国和土耳其有可能从叙利亚撤军 而有的国家 将对自己打赢下一场战争充满了信心 对于战争的准备走上了快车道 第八 美国在亚太的小弟 比如说韩国 菲律宾 日本 新加坡等国 都会瑟瑟发抖 尤其是韩国 很有可能背着美国 想着一举完成统一大爷 第九 世界经济将大幅度倒退 贸易壁垒严重 各个国家相互制裁 相互制衡 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就开始了 新的战争 乃至世界大战也将开始 有的国家封闭状况更加的严重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的下降 六 对东方大国的影响 俄乌战争不可能一直持续 除了东风压倒西风 还有一种可能 下台 构合 后普京时代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会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全面调整 这在国际舞台上并不罕见 从历史和目前的态势来看 俄罗斯未来的新总统 为了换取和美西方关系的缓和 不排除重新定义俄乌冲突的性质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对东方大国的影响是比较大 说的直白一点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 俄罗斯选择加入西方阵营 这不是绝对不可能